同学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阿兴跟阿环呢 想要从这个新大附中到一中阶 有N种走法都可以抵达 那用Google的地图来算出三种路线 后来使用假工具记录这个轨迹 那么题目问你什么 问你说依照Google的建议 实察了路线 然后规划出20条路线 它进行的这个调查 属于地理学三大传统中的合者 它到底做什么调查 整篇的这个题目 它只告诉你说 它去计算两点 用Google去算出两点之间的路径 有20几条的这个路线 把这个路线怎样 放在地图上呈现 你看它怎么走 有没有经到人地互动 没有 有没有区域的研究 也没有 有没有去看地球科学的研究 也没有 它单纯就把它标示在地图上 看它的分布状况 这叫空间分布 你可以在地图上直接呈现出来的空间分布